大家好,這是看你老師 最近想說每次下班有時間就直接來 Recess 對不對? 老師最愛的球鞋店 這邊打屁順便跟你們介紹 就是帶來一集 簡短的 球鞋講評 來,現在目前老師手上拿的這雙就是 2月1號即將要發行 也就是這個禮拜三還是四 要發行的 啊,禮拜三 禮拜三要發行的這雙 Ultra Boost Oreo 這個配色 非常非常的正點 老師其實蠻喜歡類似這樣子紋路的 球鞋 那就是說呢 它就是黑白那有一點細節 有一些紋路有一個pattern的這種感覺的鞋子 我其實還蠻喜歡的 那你們知道呢 現在老師手上拿的這雙就是 Ultra Boost 3.0 也就是呢 Ultra Boost第三個版本 現在的這個Ultra Boost 自從2.0以後開始 他們都用上了 Continental的這個 有沒有鞋底 Continental是一個非常有名的輪胎製造商 等於就是性能表現 就是Performance的這種輪胎對不對 那麼他們直接把這種 他們的這個膠質 弄在Ultra Boost的鞋底下面 看起來會不會比較抓地力比較好 老師等一下穿起來 示範給你們看一下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來3.0 Ultra Boost 3.0 原則上上面沒有什麼太多的這種細節 也就是說它整個 我個人覺得 就是我把2.0還有1.0比較起來 我個人覺得這邊比較圓一點 它整個這個鞋頭比較圓一點 那它圓一點的這個地方呢 就看起來有點像這個Easy系列的 V2的這種造型 只是說它這個地方比較寬一點 所以這就是3.0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那這雙的側面 這個Cage的地方 是有點透明的 有沒有像矽膠的這種材質 的設計 然後呢 鞋帶也是用類似這種 有沒有黑白紋路的這種造型 電子迷彩嗎 是這樣講嗎 Anyway 這個細節老師個人是非常喜歡 這雙鞋子呢 還沒出來 還沒正式的 在鞋店上市之前 老師就先拍給你們看 不知道台灣什麼時候出來 或者是台灣已經發售了呢 個人不太清楚 可是這雙老師非常喜歡 一定會拿來穿一下 好啦 原則上 老師現在就把它放在腳上 穿起來 套起來 給你們看一下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再次強調 老師今天直接下班 就來拍個鞋 有沒有一個 跟鞋子有關的這種 影片 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雙鞋子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非常舒服 你們都知道 老師個人非常喜歡 Ultro Boost這個鞋子 那它的這個鞋底呢 我覺得舒適度 比這個AMD 比起來好幾百倍 真的是非常的舒服 來看一下側面 怎麼樣你們覺得好看嗎 個人覺得還蠻正點的 好 好啦 那麼 我覺得穿起來 好像其實可以穿小半號 真的 因為你看喔 老師現在穿下去有沒有 這邊還非常多的空間 這個Multro Boost 就有點像這個 Prime Net的感覺 它就是 Prime Net的這種 有沒有拆子 也就是說 它的伸縮性 非常的好 所以你呢 就可以直接 穿個小半號 我覺得也沒有關係 因為像老師這種寬腳的人 如果跟你說 穿小半號 沒有關係 就其實是可以這樣穿 超正點的 配上一件 淺色的牛仔褲 或者是全黑的牛仔褲 個人都覺得 很好看 好啦 你們覺得這雙怎麼樣 你們會不會買 會買 就跟老師留言一下 為什麼 那麼不會買的原因 到底是什麼 喔對 這雙其實很像老師 最近很喜歡的 一雙Easy Boost 350 V2 這個 Zebra 2月25號要上市 老師很喜歡那一雙 其實V2這種鞋子 尤其是Easy 我覺得 不知道怎麼講 最近穿的人 都讓我覺得很沒有 數值好像不夠 你懂我意思嗎 所以我就覺得這雙鞋子 好像是給一些 比較土包子的人 在穿的 but anyway 這是我個人的意見 希望不會冒犯任何人 可是我說的時候 就是說 這個350 V2 ZEBRA 這一雙我還蠻喜歡的 那 剛好 這雙鞋子的配色 跟那雙 有點像 好啦 這是老師 這是看你老師 今天為你們帶來一個 下班 小片刻 打屁 哈拉 小片刻 的這種鞋屏影片 希望你們會喜歡 好啦 等會見 掰掰 掰掰